台北鏈節 很快台北鏈節已經16歲了 在這16年的演技裡面 台北鏈節已經成為 台北市聖修樂市 台灣最重要的一個文化活動 在每年的夏天 許多朋友從各地來到台北 就是為了參加這個盛會 今天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 儀式 當然就是我們介紹 我們新的總監 也介紹我們新的策展人 台北鏈節就像剛才主持人提到的 我們一直都是 台北鏈就是台灣 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我今天很高興在這裡 跟大家說是正式的見面 我是去年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的多年的好朋友 張愛嘉儀式 也就是我們台北電影節的主席 他力邀我 加入這個團隊 那我想在我接任台北電影節 其實我是站在一個很好的起點 不只是之前 董翔文先生他的電力下的基礎 還有之前好幾位策展人 在推廣台灣電影 透過台北電影講的一個競賽 以及透過主題程式這樣子的 這個單元把台北電影節他的特色 都升職到台灣觀眾的心理 我自己在拍這個廣告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在想是台北電影節的精神 因為我覺得電影節是一個很年輕的 然後很鼓勵創新的 然後在不管是形式上面 工具上 美學思想上 都是非常輕微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這個廣告可以傳達成這樣一個感覺